诶 大家好 这是Shenix 为了带来X3 2 Run World 2的游戏 康世斌 上一期结束的时候呢 我说是要马上出这个任务嘛 结果我考虑一下发现不太对 这个任务是一个前行任务 是并不是说是你到100的时候就直接出的 而是要尽量把这个任务等于是继续前行一下 从而是降低任务中敌人的数量以及敌人的侦测范围 总之呢 虽然说上期说我是这期直接马上出任务 但是呢 还是考虑一下发现不对 我们接着扫描就好了 扫到了一个Engineer任务 这应该是解放当前区的主线啊 时间太短 而且 这个地区已经有广播塔了 没有必要再做了 看一下这个任务呢 一天 一天 但是是一个黑客任务 我不要不要来这么多人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都是没有等级很低的 这有一个等级很低的Specialist啊 我估计就拿一个等级最低的吧 这好像很难 这个应该是完全进不去的 只能潜入到38% 我觉得就 就放弃好了 其实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能就是需要 需要知道生一天的任务 你应该是一个人也是前行不进去的 我不太清楚一个人的任务 就是你前行需要多少天 可能要三天 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需要我去关注一下 我是尤其是很少去做这个 做这种一个或者两个人的前行 随着不太清楚时间的一个关系 也有任务吧 这也是一天 还是Sussian Grab 这也是没法做 六天就一个Engineer 现在不去Engineer啊 我的小队现在怎么样 这个小队在出任务 主力小队是没有出 其实有点有点问题 因为我那边的新接触区域 还有大概两三天时间就接触完成 所以说我到时候整理是这两个小队 应该是还会再去合成一个新小队 从事去出后续任务的 等于是还是没法让他们现在去出任务 这个小队现在在地图上做什么任务呢 今天还有两天的时间 你再做Smash and Grab 你再做Smash and Grab 还有一天这也没有关系 等于是这个任务做完之后 那边等于是联络好 我可能就直接要继续出任务了 又练了一个新的Specialist 我现在我觉得士兵应该是够多了吧 应该是很多了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再练了 Shinobi没准再练一个 这边有一个 有两个Shinobi在 我觉得Shinobi也是没有必要去练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这个新的地区呢 这个地区有Officer吗 有Advisor已经有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现在是到时间了 这等于是13到15个人 还是三回合撤离 敌人的警觉程度都是降低了 说话敌人比较多的话呢 也不是就是不太不太好做 因为要么就是炮的数量比较多 要么就是炮的数量很大 他行动起来的话呢 也是就是侦测的距离 比比这种小的炮等于是 会相当于说更广些 我们看这情况吧 而且这个地图是 就是房子很多的地图啊 根据情况可能会 你能利用房顶 是能比较安全的前行过去 再有些情况 旁边有一个人 这边直接有人 这人在哪儿 在这个地方站着 没事我们先看一下房顶 这边有两个房子 这边是我的任务目标 但这个任务目标不太 也不太好前行 我估计我可能要前行到他的后边 然后想办法给他偷了 没事要是想这么前行的话 可能 就先让specialist走吧 看看能不能是 你能上房吗 我觉得你直接上房吧 14个敌人 14个敌人 我觉得我可能是直着这么走 然后绕过来 从后边看能不能给他黑了 这周围刚才在这边是看了一些人啊 所以说肯定是不能往那边走的 你稍微再往前走一步吧 目前呢就是房顶算是比较安全 但是危险的情况呢 是你不太清楚这个房子后面是什么人 我要是走楼下能看那些视野吗 好像也看不见什么视野啊 我估计可能两个房顶都上些人吧 有一个重 一看见了一个重就说明地图上可能还有更多的重 所以说也要更加的小心 这个地方真的是 这两个房子等于是掩体都非常的糟糕 估计可能是 你先在这儿 先在这儿站着 下去可能是下去看一眼 我已经听见了viper声音 好像就是这组炮的 三个viper 三个viper 不是就是三个人啊 哇 这个人21滴血 他什么技能 CCS close and personal will to survive 加了三点的血 90的命中 两点的甲 刚才看这个人 我是不禁的把自己的做姿势端正了一下 这样怎么走 这前边我觉得有点有点危险 那个重不太清楚飞哪去了 你先下去看一眼看能不能看到 左边一些视野 我看到了重啊 没有看见什么视野 估计你就 这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 没有人 没有人的话呢 我们直接 接着往前草 嗯 这个就这个情况就很很糟糕了 这个重 根据他巡逻的模式 我很我们 就是很有可能是过不去 这边 我在这边听见了viper的声音 你能走吗 你能走出来 可能是这边 哇 这边还有这么大的距离 等于是这个任务目标呢 只能从这边黑啊 但是这边有这么大的距离的话 而且听见了viper的声音 我觉得很有可能 viper在这个附近的一些地点 也是 这真的就是完全是 这完全在堵博 我可以这么走 但是这个重应该是会巡逻走 这房子里面会有人吗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你上房也是没有什么用 这个地方总之就是你前行过去的话 算是比较好前行 但是你前行到这个地方之后 你就没有没有没有后续的手段了 因为这是一个 就这种等于是城市的房子很很遮挡视野 这还是一辆全延体的车 你也是看不见 看不见后边的东西 这边是边界了吧 这边是边界啊 我觉得可以稍微再往前 咱们 早先操一操 还是左前方听见了viper的声音 这就比较 这就比较 比较恶心了 但起码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的 等于是我可以稍微的 往这边再走一走 是没有人 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建筑附近 还是能听见声音啊 好圣人 是在这个地方吗 没有声音了 这门是开着的 有说敌人是在 在这个建筑的二楼 很危险的 你是你前行的时候 这些窗户有可能被敌人会直接看见 比如说我们怎么过去 这么走吗 这么走也是不太不太安全 我觉得呢 我直接这边呢 我先上楼 看能不能是在楼上 看见另外一个建筑里边的情况 看不太见啊 你再往前走一下吧 这是任务标二楼 有人 这个就很很尴尬了 可是这边有人这边有人 我就需要强行的这么直接冲过去 我这回是听见了在外边的声音在变成变成了前方的声音啊 也是没有技能去可以扫 所以说我是不太清楚会在什么地方 这边肯定这个门开的肯定是有 诶 这门好像是朝外开的 有时候有人是出了过来 这没准是那个重 等于是他从里边出声 然后他把门撞开 这么着巡逻了过来 可能是这么着巡逻 刚才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看见重吧 然后他往那边走了 有时候这个房子里面有可能是 是安全的 我觉得现在就先不动了 这要是安全的话 我现在可以我下去就可以这么上去 要是不安全的话 我直接是下去往前走 有没有viper声音 前面有viper声音 这个就很 完全是不太清楚该怎么走 你就是slash region 你就是 我还是能在前面听见viper声音啊 这个太太吓人了 但是我在这可以直接给他黑掉 这是一个好好消息 等于是呢 等于是呢 我先往前看一下 这是那组viper 有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一组怪 不太清楚 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们远离了 我应该把他拿走 OK, I'm going. Got something over here. Commander, we have confirmation of the exposed access point. 这样我们怎么撤离 前面听见了Virus声音 假如说这个房顶是安全的话 我下去就直接黑了它 黑完之后呢 我可能这么爬 这么爬比较危险 我可以往回爬吗 我叫史诺币先去谈一下路 这里边是安全的 可是你黑一下 你一局能 能跑进这个房子里边来 你一局能跑进来 但这门会被踹开 这么跑也是不太安全 等于是你需要往回跑 你最多能跑这个地方来 但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呢 你只能跑到这儿来吧 等你跑到这儿来之后呢 就还是会被那边的敌人看见 有时候我需要这么跑 可能是需要这么跑 这么跑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业的 这边有窗户吗 我觉得跑到这儿来的窗户吗 我觉得跑到这儿来可能会比较安全 或者说还是时间往后跑 这时间往后跑是最安全的 但等于是我要确定这个房子 它是不是安全的 这边应该是没有人吧 应该是没有人啊 应该是没有人啊 给Supply 给A-Loy 我现在更缺A-Loy一些 Supply其实也缺 但是我可以卖东西 A-Loy现在是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吧 我觉得我是没有其他选择啊 然后撤离 这是地图角落吧 这是地图角落 但是呢 其实最好是能找到一个 比较封闭的空间去撤离 从事敌人拿我没有辙 但我觉得还是就这么撤吧 应该是没有关系 扔不到哎 这样果然激活了 等于是三局 我一局只能跑到这个地方来 第二局敌人有可能直接 这个就有点不但好 第二局敌人往前上 他有可能直接握住我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其实刚才我应该是朝这个地方争的 但我的想法是直接是跑远点 让可以是再晚一些 是从事激活 这就没有办法了 还好啊 敌人是没有 没有看见我 这边会看见敌人吗 我还是直接大是好了 怎么还能还能动 刚才不是动不了吗 敌人是不知道我去哪了吗 没有追上来 还是敌人可能是在蓝色行动 然后overwatch吧 不管了 直接撤离了 这样还算是就是运气不错 等于是虽然说路上遇见一个众 但是他的巡逻轨迹呢 是没有特别的扰了我们 然后另外在任务周围的那组敌人呢 等于是他也是处于二楼 要是处于一楼的话 可能你会就会很麻烦 等于是你在激活的一瞬间会激活 等于是敌人应该是能朝你射击 而且那边远处那组wiper 他也是巡逻开来了 所以说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是运气不错 但是这种就是等于是 虽然是14名敌人的前入任务 我觉得还是更加 更加难做一些 一般就是你人越少的话 等于是你是能 就你能知道 整个地图上炮的位置 还是比较好知道 像这种好像 我这种感觉上就是还有一组炮 连剑都没有见到 应该是只见到三组啊 三组每组 还有三个人的话 应该是不止不止是14个人那样子 像这些其实是没有什么技能可以学 我是之前一直说是要练一个就是去加血的一个 应该是这个field medic等于是去为最终主持人任务 但现在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去专门练了 我应该是有Gunner 他是学会了就AWC技能是学会了这个这个技能 到时候的加血是可以是让让他来加 这边呢估计就是还是前行的识努比 我直接是学blade master 到时候可以去去替补黑板的Viser 一个facility lead好的 这样 电梯又出bug了 这样等于是 应该是在这个地区做的任务吧 还是在哪个地区 在这个地区 急不太轻了 这个地区现在力量是7 有时有点实话有点担心 会不会稍后发动恐怖袭击 而且我的主线部队应该是会到时候会出这个任务 所以说也是有点 不太好 我就先把这个任务扫出来吧 这个什么五天又是吸引敌人仇恨 我觉得现在这个地区就吸引敌人仇恨就够了 你就不要再吸引敌人仇恨了 这个呢五天是营救一个salt 我不需要salt 所以做了吧 接着扫 又任务 三天埋伏兵营 这可以做一下 但是我的部队怎么样 这可能需要boost 这个地区的力量是5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做的 我的部队 我应该可以让这个小队来做 除了举手手伤之外 其他人应该是可以出 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本事boost一下应该是能做 现在有89的intel 应该没有关系啊 你在哪 在奥德利亚 可以玩 人剩三天的兵营的话 boost完之后应该是能到100以上的 我甚至是觉得 应该是能到100以上 我说敌人呢 虽然是数量比较多 但是我稍微的整理一下小队的话 等于是不要带一些新兵 带上一些核心成员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呢 还是两个字 我整理一下小队 我们一会儿见 可以带我回来 现在呢 是根据这个任务收入时间 我是准备了一个七人小队 要是再加进一个人的话呢 这边的敌人力量是会 反正是增加一级 所以说目前是带一个七人小队 人数呢 不是最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战力 还可以吧 大家的武器呢 基本上是输出型的职业 都是拿上了 可以说是四级武器 这边是带了一个 现在是会控场型的Granadeer 也是能带两个燃烧手雷 是可以直接把两个人性怪 直接给控住 然后这边是带一个爆炸手雷 Specialist也是有Air Drop 等于是可以 一共是能增加 再增加两颗爆炸手雷 两颗闪光弹 可以是进行进行 全体的远距离控场 Gunner 然后其他的职业 感觉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这边的Specialist呢 我觉得呢 就是直接 我还是给他留一个盾 因为感觉上 他是 就有时候可能会 更容易受伤一些 而这边呢 我是直接是在给他 带一个Skulljack相当于是能去尝试吧 看看能不能是在 就是遇见敌人的Codex 尝试去黑仙 黑仙克 从而是做主战任务 这个任务呢 说实话是比较难 但是他的一个好处是没有 他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假如说能遇见 比如说最后一组怪 要是有Codex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直接是想办法 就给他控住 然后是慢慢的去 就是 慢慢去做这个任务 而不用像其他任务一样的 也是需要考虑 考虑到一个倒计时的问题 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么样子 其他人的装备什么的 也是跟之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就是直接 好像有点问题啊 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人这个Gunner 他不应该拿着 不应该拿着3D的武器 我怎么有这么多的Gaust Cannon 其实拿着也是Gaust Cannon 我造了4把 4把武器是吗 我造了4把 那就无所谓了 这样直接就开始了 我应该是 就是Gunner比较多 所以说他的武器 我是多操了一把 我想起来了 因为是之前的那个任务 等于是任务比较重要 所以说我是特意给我的这个替补 刚才等于武器也是升到了4级 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不会浪费 我到时候我的应该是武器的 就是Gunner应该是会比较多的嘛 所以说到时候我的替补Gunner 应该是都换到 这武器都会 等于是还会 还会用到 这样应该是 没有事情了 这边直接是 接着接着接触就可以了 等于是Central是学会了 这应该是Colonel等级 等于是我们是可以去买那边那个小队前行加速的那个升级了 好像还是没法再升啊 这个就先暂时先不管了 钱也是不太够 我们看一下 这边还有谁能升级吗 这是 这兄妹俩都可以升级啊 你能升 你的等级比较低 等于是Shaper在练级 我估计到时候 我等于是出任务的时候呢 应该会 等于是Bratford是已经升到了Colonel等级 估计等于是到时候出下一个主线的时候 我可能是让Bratford来上 等于是跟这两个小队去组合一下 等于这边的Shaper应该在练级 他是 他是没法离开 Colonel到时候也会出任务 他也是没法练级 等于这边能练的应该是 Rebekah好像也没法练级吧 刚才还有一个人赛是谁来的 等于是练克里斯 克莱要去出任务 克里斯可以练级 这个人是我新练的滚的地儿 等级也是很低的 估计是练克里斯吧 克里斯也是等级很低啊 先把你的等级练上来 这等于是到时候 这个小队呢 是克里斯会不在 不是不在 等于是会一直在练级 等于是只有Rebekah能去充当Officer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等于这个小队到时候应该会都去 进行成员会离开 等于是Rebekah一个人 是跟着一些其他的小队 去再接着做任务就可以了 大概就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这样你接着进行接触吧 supply drop马上就要来了 我觉得这个timing还是不错的 8天是 这应该是做不了吧 敌人力量是7 这为什么是light 这个有点不太正常 7的力量 为什么会接到这么宽松的任务 什么停下来了 这是 有前行到100了吗 这个到100了 very light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前行了 这还给了一个Mac 那个Mac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扫 这样呢 等于就是 我就先把这个给扫了吧 我给扫了 看一下38个敌人 we're ready to move on the coordinates we pull from the codex 这个 adid officer 有r 抗 这个敌人还是sector commander 有一个cordex在这个任务中 就是会在会在这个任务里边啊 而且还有chrysolid soldier 没有普通的chrysolid吗 这个任务就是相当于是原版就是就是chrysolid一直在地图上埋着 你也是特别的不太好不太好做 我不太清楚在long war中是什么样子 就算原版中你就需要全员打到的打到后边就是已经是没有没有敌人了 剩下的敌人就是就是chrysolid的 你就是一个人后面旋走orash一个人往前走一步 探路要有chrysolid埋出来的话呢 就是orash打死 相当于是这么这么一个打法 但是long war中我不太清楚是从其他这些纸就是这些怪来看 应该是不止应该不不是只有chrysolid的 只有一种普通的chrysolid 38个地种估计我还是要用10个人来做 也就是大概是前行起来是20只好是21天吧 还是多少天 应该是21天我记得是一个一个supply job一个周期嘛 等于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这边敌人力量是7 看一下 我可以上的shinobi有一个 我觉得让你去当advisor然后全员的做intel 一个人做record 我先把这个shinobi的装备先给装备一下 那个shinobi在哪里 这是new arctic吗 是 等于你原来是应该是前行的shinobi 现在是需要进行 我好骚到是很少出任我但是我不太想把一个四级散弹枪给你割到你身上 割普通的激光来副枪吧 这应该这是谁的武器呢 割来副枪吧 钱的话钱也是没有没有什么钱 工具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给一个闪光 给一个 甲 应该是什么样子 等于是我接下来呢需要把这个小队也是这个任务出了 敌人是very light 应该是没有关系 然后呢我的下一个supply过来 等于是这两个地方都是20块钱 这两个地方要有间谍的话呢大概就是能 就是有 大概4 4块钱的样子 这两个地区要是有间谍的话我不太清楚是是会怎么算啊 等于这边是433这边是348 我估计有可能是稍微做一个笔记 这边 等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等于是敌人是又是朝这个 地球是又 增加了一些军船 等于是原来好像是 这个威胁是sphere 现在变成了high 等于是 现在是敌人数量数目又增加了 但是呢我应该是还是会 我马上要去做下一个主线 所以应该并不是非常的 非常糟糕啊 这样基本上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等于是我们下期呢直接是去做那边的这个sna场挂 走完之后呢直接是把这个小队 这个小队跟我的主力小队合并一下 然后去做下一个 下一个任务 好像是 r1k的return fire正在练习啊 可能是等r1k回来吧 等他回来之后呢 这个人这边的 得是跟zinn 你们两个人去出 去出任务 应该是这么样子 这个主这个小队的我练的坏了那个举手呢 就 还在受伤啊 这个就不用管他了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的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